古浪雨上的一台古钢琴 串联起两岸三代年的情缘 遗失的第二十四个白剑 看似缺憾 实则是另一种圆满 台下惺惺相惜 台上精神的空中 两岸戏剧人 一细为美 温暖假束 我们这一年 厦门跟台湾真的很近很近 我现在住的酒店 窗户打开就是小金门 就是猎语 就是小金门 那小金门我当兵的时候去过 然后我就肉眼可以看 而且看到很清楚 我就在想说 就这么短短的一些剧 从事这些文化工作 艺术工作的人 应该要搭出来一个桥 要让彼此之间 有更多的了解 连结 梁志明 台湾果头剧场創始人 三十五年来 果头剧场先后推出 经典剧幕《淡水小镇》 音乐剧《大鼻子情盛盛西哈诺》 《天使不叶城》等代表作品 以其多样的创作风格 拓展了台湾观众的戏剧欣赏事宜 近十年来 梁志明多次参与推动 两岸戏剧文化交流合作 此次与夏门闽南大戏院合作 新舞台剧《遗失》的第24个白剑 再度与大陆观众见面 这个剧是这轮首演 又再次回到了厦门 你觉得再次回到厦门演出 什么感受 就是一种回到主场 回到主场的感觉 回到主场的感觉 这个主场呢 我真的觉得大家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都觉得很特别自在 三二一 敏南大戏院 成功后能够使向台湾 以及使向我们全中国 每一个银行 谢谢 遗失的第24个白剑 汇聚了大陆 台湾 香港主创团队 以古浪雨琴岛钢琴博物馆中 一架缺失了中央C琴键的 古钢琴卫线索 串联起横跨三代人的三段恋琴 汇旧了一幅爱情 音乐 夏门情怀交织的暖心画卷 剧中不但将世界文化遗产 古浪雨的日光盐 浩月园 梳妆花园等重要地标 在一部幻景里做了巧妙的舞台呈现 还将百年前 《厦门号》的历史记忆 有机融入情节表达 1922年5月17号 由加拿大籍船长乔治沃德 与其中国太太阿玉驾驶的一艘 以《厦门号》命名的中式帆船 从厦门出发 横跨太平洋 于1924年6月3号 航行至美国纽约引发轰动 写就了一段有关爱与勇气 诗与远方的《厦门最浪漫》的事 这两场演书 它就是一个很漂亮 很舒服的一个节奏 对 而且讲的又是我们秦岛的故事 上门岛的故事 对 对 对 所以说真的是特别好 那罗总呢 因为您算是这部剧的 怎么说 可以说是一个促成者 重要推手 重要推手 因为这部剧呢 我们去年其实我跟梁道 我们都是通过线上的电话 视频 然后来沟通 就我昨天看完了之后 既感动又很开心 就有一种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孩子 荣归故里的感情 对 对 对 从一开始的发想 然后一到最后呈现 每一场 它对这个作品的关心 举例来讲 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 第一版就是这艘船叫厦门号 对 那罗总的意见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国姓爷 用成功号的名字 这样子的话 就避免到只有在厦门的一种 地域性的一个狭隘 它反而就是从这个成功号 它意义上面也好 就是成功洋帆的意义上面也好 后来我们 因为罗总这个建议 然后我又去查了很多 这个郑成功的这些史料 我发现它的名字真的很好听 就叫Koshin 就是闽南语的这个国姓爷 闽南语的国姓爷 叫起来好好听 大家演员们就学着这个 这个成功号的这个语言这样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一次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对厦门 对厦门应该不算陌生 对我从闽南大学院开幕的时候 我就来了 然后中间还带了好几个作品来演出过 然后也去过厦门的一些地方 那古浪雨去过好几次 然后当然对古浪雨最强烈的印象就是钢琴博物馆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国的西洋乐器 西洋的音乐发任的一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然后厦门大学 我们跟厦门大学的音乐系 台师大跟厦门大学的音乐系 是姐妹校 对我们是姐妹系 对所以经常会有学术活动 这一类交游 所以罗总找我的时候 我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了 真的有太多东西可以做 到了古浪雨 就到了古浪雨 然后再重新思考的时候 然后刚好我正在听贝多芬 因为其实这个戏 这个戏主轴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敏大那时候提供了我们一本书 就是关于厦门号的故事 厦门号的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一个西方的船长娶了一个 中国厦门的老婆 然后坐了一艘船 这艘船用的是台湾的章幕 台湾的章幕它的密度特别好 酒泡不坏 所以是非常好的造船原料 所以一百年前 刚好一百年 就是厦门号的一百年整 去年我们在写这个故事 大家刚刚说 这些灵感就好像 好像很多散落的珍珠 然后少了一条什么线吧 整个这样串起来 然后去年年初吧 我脑子里面突然 叮一下跑出一个剧名 就叫仪式第二次这个白剑 这个剧名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东西通了 我全部都通了 就这个系整个在讲什么 全部都通了 对 一台钢琴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中央C 中央C 小朋友学音乐的时候 一定是学从这个开始 他是他的拇指的第一个音 一台琴它少了这个 这个中央C 它还能不能算是一个 完整的东西 完整的东西 当然算 为什么不算 所以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就开始发想这个 人 每个人都有他的缺陷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缺陷 当作是 当作是 你的一个本质 或者是你这个人本质的话 那他就不是缺陷了 他就是你上天给你最珍贵的礼物 包括这个剧中那个 那个湖口打不开的钢琴家 那萧綦这个角色 他为什么 动个手术干嘛 现在科剧那么发达 因为手上的神经非常复杂 你只要接错一点点 你这个人就废了 就你这辈子不用想再弹钢琴了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是萧綦最 心里面最纠结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他的这个纠结的部分呢 第一个怕碰到一个有缺陷的 一个女主角 那有妥瑞事证 那妥瑞事证我也是 查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为什么会有妥瑞事证 那因为脑中缺了这个多八分 这些东西 全部都查得清清楚楚以后 我们才在这两个 互相有缺陷的人的 相互之间的恋爱故事 透过这个恋爱故事 然后去讲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缺陷其实也是一种美 没错是缺陷和不完美 是贯穿我们整个这部剧的 就像贝多芬的佐尔世聪 包括女主很喜欢的动漫人物 每一个都有 哆啦一梦它缺少两个耳朵 所以说即使有缺陷有不完美 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 对对对对 我妈妈常说 人在这个世界上 生是一个人 死也是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会永远帮助自己 你看到了吗 这个墙面上 都是我们一起共同经历的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米南大学院 十周年庆的时候 我们有把每一年重点的项目 我们都有用影片剪辑的方式 然后放在这面墙上 所以每一个胶片就是一年的代表作品 对一部分经典的代表作品 当然有除了国内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一些 作品 好的演出院团和经典作品 没错我刚刚有看到一下那边的 我们赖声川导演的阿联桃花园 宝岛遗村 包括这边的这个金世杰老师的这个 最后十字堂星期二的课 对下面的这个 用人神鼓的时间之外 对 包括那个淡水小镇也是我们梁岛的作品 对吧 是 淡水小镇对 没错 那像可能从12年开始 一直到每年都会有台湾的团队过来演出 对吧 因为我们是从2013年 我们就是开始打造这个两岸艺术节 其实厦门这个城市 就是它有对台的文化艺术交流的使命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作为文化央起落地厦门 所以我作为剧院的总经理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划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两艺术节能够很好的做起来 并且一直有持续性的开展下去 你刚刚有看到就是这边这个果头剧场的最后是四堂星期二的课是由金世杰老师跟补学亮老师共同演绎的 所以金老师在大陆我觉得他是一个 是观众很期待的 观众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 确实戏很好 包括台湾的优人神谷剧团 还有云梦五集 你看四十年新作道河 当时还是林怀明老师邀请我 邀请我去台湾看道河的首演 在台湾的 所以我当然一看完之后我说哇这部作品太棒了 我说我一定要到厦门来 对再带来厦门 那这样的作品就是这十年来我们敏娜的瑰宝 这个艺术家什么展 你所看到的这边呢 这个是林怀明老师 云梦五集的创始人 我们上面你看 我们上面都有对于这个相关的艺术家的一个介绍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确实他们的这个院团不多 但是每一次我们的两岸艺术节 他们所带来的这个作品 都让观众觉得就是很惊喜 很惊喜 对 反响都特别好 您最开始有这个句构想的时候 为什么一下就想到我们梁宝了呢 正好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他就会邀请我 那我就去看 你就会看完了之后你觉得说 是一个什么样心思那么细腻的导演 能够出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作品的这个导演 如果能够跟他一起合作 做一部温情的剧 并且他十分的敬业 其实这么多年 梁岛无论是在哪个城市 导戏也好或者说去拍戏也好 都不会耽误台湾师范大学 自己本身的教学的工作 我记得您之前有跟我说 说我绝对不会迟到一次和缺席一次 是不是 我有个傲人的记忆 对 从进大学教书是1998年 到现在25年 25年上过上万堂课吧 没有迟到过一分钟 对 然后没有给学生落过一堂课 我也很开心在这个戏的排练的过程里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顺利 这次我们换了两位主要的演员 第一个就是女主角 对 换成米晨晨 非常非常喜欢她 非常非常喜欢她 很聪明 然后她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特色 跟角色之间结合起来 所以她用很多这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去把它结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呂万英老师 她跟我合作已经今年28年了 对 所以我看剧本的时候 其实我脑子里面想去试她 那所以这一次呢就是 突破万难 还是把它找来演 对 她后来合作 然后跟演员之间的相处也都非常好 非常融洽 非常融洽 然后演员们非常尊敬这位老大姐 有很多东西表演上的事情 她也在后台会帮我打点 会帮我提醒这些演员们 年轻的演员们 我觉得这就是两岸演员之间交流的意义 互相从对方身上学习到优点 优势以及对艺术的尊敬 我觉得这是交流的意义 那既然刚刚聊到演员 因为前两天有采访到您刚刚说的几位演员 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让梁岛评价您的话 您猜一下 梁岛会怎么评价您 我觉得他 我应该让他很放心 应该这么说 是让他很放心的演员 应该是基于这么多年的合作 一个良性的循环 一个信任 我觉得梁岛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夸一下吧 肯定啊肯定啊 因为我跟梁岛其实一开始面试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是线上面试 为什么 然后我记得梁岛第一个问我的问题就是 你有多高 这些人都很有创意 都非常有创意 慢音他可以把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 90岁的老婆婆 老太婆 然后演的微妙微笑之外 还有很多可以跟观众逗乐 逗乐观众心 我觉得蛮好的 您觉得梁岛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在工作的时候 和在生活当中 或者说日常交往当中 有什么差异吗 嗯 他排戏的时候会很严密吗 他排戏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技术控 他对于所有的 对所有的技术 他都要求的 他自己就会很条理的 之前在排练之前 他都会做了很多很多的梳理 嗯 梁岛属于是该严厉的时候严厉 然后他给人就是不会让演员有太多的压力 因为他经验很丰富嘛 梁岛非常非常的认真 而且梁岛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就是从听演员的台词上面 其实就能够去判断一个演员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状态 梁岛他的脑袋非常清楚 我觉得他有一颗理科的脑袋 所以他已经知道说他想要的画面 他想要传达东西 时间上怎么节奏怎么 他都已经好了 那两岸之间的这个戏剧创作的差异 您觉得存在吗 具体是哪方面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是对一个事情的理解 就南北方他们都会有 比方说对一碗面 他们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那跟我们台湾同胞们在合作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悟吗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就感觉谁就是一家人 对 完全就是一家人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隔阂 多次的大陆演出 那和大陆演员合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除了我还有彩彩以外 其他都是大陆演员 第一次这样合作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因为这里更大 所以大家来自四面八方的 每个人的个性会更鲜明 那我会常问他们说 你们那个上海话那个怎么说啊 然后你们那个东北话那个怎么说啊 然后他们也都会教我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外讲差别不大也 都是一样 我觉得都一样 就是我永远做的这些戏都是充满了正能量 对都是温暖的 对我不喜欢做那些讽刺的 然后黑暗的或者是灰色的这些作品 对那这也是果头剧场为什么在台湾 成立了35年 然后一直拥有很厚实的观众基础的一个原因 没错 因为观众走出去剧场以后他们会觉得 温暖贴心 他们会走出去会觉得真好 这个世界真美 对这个世界真美 对这个世界真美 Lewis Armstrong 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有听过吗 那个 I see three 那一首 那一首 几乎可以是说是果头剧场的一个 代表性分析 我们还有填成中文 然后用在某个音乐剧里面用过 就是 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世界 我看到 这些年轻孩子们 就是不管是哪里的演员 上海这批演员 才华洋溢 我真的真的 真的只能这么说 才华洋溢 然后他们 哇那个底子真好 那比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那底子真好 拿音乐给他们 对着那个哺 很快 很快 然后唱得那么好 对 然后台词给他们 基本的功 都有训练 但是 但是 真的我觉得 还是需要 越有才华的人 越应该苦练 要不然辜负了他天生的才华 没错 对 我们这部剧中的音乐也是大有来头 对对对 鲍比达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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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最后的那个 呃 新加的这次的那个 古老月光 古老月光 也是应该是以这个贝多芬的 对 月光作名取为灵感 灵感来改变的 包括剧中的很多的 其实让他们配乐 很多都是鲍比达大师 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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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时跟这个鲍比达大师 对 是给他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他创作出了这样一个 鲍比达大师 偶眼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 那他是怎么做出来这么贴合 我每一个 对对对 我每一个段落我都会跟他 仔仔细细的描述 排上有多少人 这个时候是在什么状况 什么环境 然后发生了什么故事 然后男生跟女生是如何相遇的 他每一段他都有一个标题 我跟他做了二十几年音乐 然后每一个音乐剧都是这样 我口述 然后他写出来的 而且我非常荣幸的事情是 他昨天告诉我说 那个下半场开场 那个暴风雨的 那个曲 会当他的 个人成就演唱会的一个序曲 他就用过那个暴风雨中的成功号 很有默契 我觉得您跟他 对 原来太有默契了 对 那我们这个剧是在今年最后落实的 那其实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是近几年两岸的 艺术的交流 包括戏剧的交流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据我了解 罗总您这边好像一直都没有停过 对吧 没错 是 今年还有《还在路上》 对 在这个《白剑》 在厦门演出之前 那是台师大的学生作品 学生作品 对 两岛您是挂的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 对 那前两年 前两年一直有 对 但是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像两岸艺术节 这么系统的 就这么多的作品 一起在某一个时间段 集中在厦门做展演 但是 这几年我们其实一直都有 包括 除了演出 其实我们还有做两岸学业界的交流 我们今年也有邀请台湾的专家到厦门 米南大学院来做艺管课堂 所以希望说明年我们能重启两岸艺术节 那因为既然它是一个艺术节 它一定是这个时间可能跨度比较大 比较长 还有一个呢 它的内容会更丰富更多元 包括不仅仅是只有演出 我希望也有活动 艺术活动 包括这种对话的交流 所以明年一定是会更精彩的 是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一直 一直这样走下去 或者一直在路上这种 是什么力量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是因为厦门 是对台文化艺术交流的前沿真地嘛 这座城市它就赋予了这个城市的剧场 这么一个使命感 最初开始2013年我们做俩艺术节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但是后来就是做着做着 我们从第一届做到第六届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是一个值得你不断坚持下去 不断往下走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 并且呢 通过与台湾的演出团体 台湾的个人艺术家的一些 合作交流 有潜入深 它有一种情感是慢慢的在渗透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很多的高校 因为我们居然其实跟厦门的几所高校 都有战略合作 厦门大学 理工学院 集美大学 华教大学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把台湾的艺术团体 引进来之后 很多的艺术活动都是在高校 对 所以呢 就是这样也无形当中增进了 就是台湾的高校与大陆 与厦门高校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 艺术走进校园 这样又能够增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情感 那么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它远远超出了最初 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惊喜 做这件事情 你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价值 这么多人 这么一群的 这么一群对表演艺术 对剧场有热情的人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去完成一些梦想 然后共同去感动别人 对 这个是重点 对 其实剧场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敏南大学 这个剧场在厦门存在的意义 其实也是带给更多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幸福和满足感 而且是架起了两岸之间 戏剧交流的一种桥 很重要的 而且最像刚刚罗总说的高校学生 对 最像刚刚梁大爷有说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工作再忙 我都要回师范大学教书 因为这是未来艺术的传承力 没错没错 中间力量 主力量 艺术跟文化会把这些拉得更近一点 没错 而且不仅是艺术 这样的话 让两岸的青年人更多的交流 是 对吧 互相了解对方 才能走得更近 走得更亲 是 我就这样等啊等 叛哪叛哪 这个剧里面有很多的台湾元素 你有关系到吗 对对对 有 就是琳琳老奶奶她的口音 让我觉得很亲切很有趣 我觉得厦门故事非常好的 融合在了我们这部舞台剧中间 就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缺陷的 但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 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两岸一起做这部戏的话 就比较会锁定在的是一种感情上面 亲情上面 不管是亲情爱情上面的一种连结 那我觉得这种连结的话 不单只是刚刚提到那个语言的部分 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面的连结 所以说 这次我们这个剧的成功 可以说是共同聚集了两岸多地的 我们的艺术家们 我们的演员共同的心血 凝聚成了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 也希望她真的能像陈伯浩所说的一样 走到更多的地方 您用我们这一年为开头 对过去这一年 今天就选一个紧接 好不好 我们这一年很丰盛 而且即将会迎接更丰盛的下一年 我们这一年一直在努力 并且大家都很棒 我们这一年好好搞事业 我们这一年就是一直在路上创作 我们这一年一直在路上创作 那如果对未来一年的期待 也用一句话 未来一年就是希望继续在路上一直创作 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这个一直走下去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 也希望一直走下去 而且越走越好 最后请两位畅想一下未来 对于我们整个两岸多地这个戏剧 未来发展的一个畅想 这十年 我觉得大陆这十年就是戏剧作品的这个成长 蜕变了 我觉得是非常快速的 包括在大陆有非常多很好的作品 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 那台湾当然就是我觉得有几位特别优秀的导演 你看赖岛 梁岛 其实都是我所熟知的特别优秀的导演 那我觉得说我希望未来就是两岸主要还是厦门跟台湾 我觉得这种连结一直要持续不断 那当然互相交流那是一定的 然后共同去创作出来一些能够一起走向世界里的作品 这个更重要 对 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对 不是台湾不是大陆 而是走出去 走向所有的 说不定未来我们要走到百岛会去 对 我们要走去百岛会 那鲍比达就一直心中一直有个愿望 就是他的戏可以到伦敦西区或者是百岛会去演出 对 那我觉得我借用我们剧中荧幕上的一句话 来表达一下我的期待 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多这种两岸多地合作的作品出现 而当观众每次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能想到 我们沐浴在同一天 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 月光 谢谢 明天见 拜拜